随后李淑贤被这个男人带到了北京 后来就分手了 随后 无以为生的李淑贤重操就业 在武厅谋生 认识了北平委警察刘连生 并嫁给了他 1955年 刘连生因反革命罪祸刑 被依法枪决 1957年 李淑贤又和人民银行一个普通会计陈静芝结婚 婚后两人感情不合 于1960年离婚 随后就是大家熟知的 在1962年 年仅37岁的他 经人介绍认识了溥仪 两人一见钟情 喜结伶俐 两人婚后 恩爱有家 彼此呵护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就这样 两人幸福的生活了五年 1967年10月17日 溥仪因为尿毒症 抑制无效去世 享年61岁 而关于李淑贤曾经是舞女的经历 溥仪至此也不知道 不知道他知道后 会做何感想呢 那么李淑贤还曾经做过什么事呢 晚上9点 小学直播间为您精彩讲述 老孟 是一对乌碟在两人的 听说是一对乌碟 谢谢大家